最近國際評級機構衛羽將香港的長期外衛信貸評級下調一級 由AA加降至AA 說香港近期的事件似乎看不到有機會解決影響營商信心 衛羽、目的和標準普爾作為世界上三大評級機構 當然會比較權威一些 不過以往也有不少的報道提及過 這些評級機構可能對某些主權或地區 又或者個別債券投資產品的評級可能存在一些偏見 沒錯大家比較有印象就是當年的美國投行雷曼兄弟 在他2008年倒閉前夕 相關的評級機構仍然比他A以上的評級 到了第二天公司宣布申請破產保護 才將他的評級下調到D級 那麼黑暗? 不如其他國家也推翻一些評級機構來對款他們吧 其實美國有三大評級機構 分別就是中城信、大公國際和彭源資訊 他們早年都已經落戶香港拿牌照經營 當中的大公國際在2000年就有和美國目的合作 為多間內地商業銀行進行主動信用評級 他的威水戰役就是他早在2010年率先降低美國的信用評級 到了一年之後美國標普終於歷史性地下調美國的信用評級 打破了美國近百年維持最高評級的神話 引起環球市場開始對美債危機的擔憂 但似乎外國的投資者就對他沒什麼信心 令大公國際一直走不出國際的市場 而公司都好景不償 就被傳媒調查發現他發的評級就騙高 去年還被中證監公開指責 說公司直接向受他評級的企業提供資訊服務 收取高額的費用 責令公司暫停債務融資工具市場相關的業務一年 公司又要徹底整頓 在今年4月大公國際就被國資委背景的中國國薪收購了 實施戰略重組 集團希望幫大公國際重新建立品牌 不過這樣可不可以令國際市場對中國評級機構有信心 就真的難以估計了